大國如果你要崛起的話 你要負擔的一些是大國的責任 大國的角色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 尤其是面對剛才賴教授 特別講到的疫情 在疫情之下 你的大國到底表現的是 央央大國來救助世界各地 還是表現的是自私自利 其實很多國家會看在眼裡 而且會記起來 像是最近討論的一個 非常熱的話題 但也是中國大陸認為 美國你居然搶購了 26億劑的疫苗 這是佔了全世界 生產出的疫苗的四分之一這麼多 四分之一都在美國 可是你的人口 卻只有全球的4% 那你囤了這麼多疫苗 你把這麼多疫苗握在手裡 為了是什麼呢 然後這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就 趙立堅就講說 他們覺得 可以讓多一個人呼吸 就要讓多一個人呼吸 不論他們是來自哪個國家 不論他們是黑人 白人或是黃種人 另外一個華春瑩 他就講更白了 豬門酒肉臭 陸有凍死骨 其實見指的就是美國 現在就是你把疫苗 所有的什麼專利權 或是你的原料握在手裡 甚至生產出來握在手裡 可是你問題是人沒有這麼多 你現在好像等到你全 自己用夠了之後 才開始分配給 我的好的國家 或是說 我拿疫苗跟你去交換一些利益 或是你交換一些你要服從我 這好像感覺起來 這才是所謂的真的是疫苗外交 或是疫苗戰略是不是 將軍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兩個大國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中國 現在不管力量 經濟實力 兩國相爭呢 最容易形容它的就是 下一盤大棋 那最容易形容他們兩個的動作 就是下圍棋 圍棋 圍棋 圍棋下的時候 並不是兩個子碰在一起就打來 圍棋就是四個角先布局嘛 那這個角落裡面有一個就是 這個疫苗 疫苗 一年半以前我就講 那個時候美國人鬧得兇的時候 我是將來疫苗外交 疫苗的大亂局就會出現 果不其然 你想想看 美國搞了這麼多疫苗 足夠它現在人口 打兩劑 三劑都打得了 對不對 它才不到三億多 四億人口 三億多人口 打了26億劑 所以那個時候先霸佔 所有這個 疫苗公司的訂單 原料 機器 它第一個是先霸 阻斷人家 還有德國的疫苗 還被它中途攔截搶 那個時候是狗雞跳牆的時候 什麼弄 等到它自己的疫苗生產 數量出來了 訂單也抓到手上了 它為什麼現在要想到四處一部分 這就叫疫苗外交 疫苗外交裡面還有一個含義 因為你病毒一變再變三變 到印度變得很多變 它是不是要生產新的疫苗 新的疫苗來對付 因為這個COVID-19不是說 我打了一次疫苗 終身保險 我保我半年一年 明年像流感一樣又來了 我又要打了 可是那個時候的病毒 又跟現在的疫苗不見得有用 所以美國現在就好像是 軍火工業一樣 我存集了這麼多 那我要應付下一代的這個病毒 我要生產新的疫苗 那這些老的疫苗就拿出來做二次使用 給你多少 你回饋多少 還有一個 我講過COVID-19不是一年兩年 只是說降低 那它每年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有循環不斷的疫苗來壓制它 那疫苗的生產 原料在誰手上 在美國手上 技術大部分也在它手上 所以這個疫苗就是它這個大國疫情 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那你現在已經看得出來 跟中國兩個在鬥嘛 南美都是我美國的後花園 你中國大陸送那麼多疫苗去 我還在混什麼 我這個老大不要幹了 他要給對不對 那韓國要給一點 他現在到處 他每一劑疫苗後面 就帶了有政治的意味在裡面 跟經濟實力裡面 我給你東西 你也要給我東西回來 還不是免費的 還是有錢的對不對 所以有經濟利益 有政治利益 完全沒有人權的看法 印度一天死30萬人 你美國也死過30萬人 知道那個痛苦啊 那個什麼緬甸 打死個幾千人幾百人 你怎麼喊得那麼兇 那個什麼新疆 你還做個假的目標出來 說它500萬人 到現在那邊1,200萬人 說它種族絕滅 那你美國死30萬人50萬人 印度每天死那麼多 你是不是在人道 你不是講人道嗎 你不是講人道嗎 全世界的人道都是你主導啊 你為什麼不給 你為什麼不自圓 你為什麼不自圓 所以這個國家虛偽到底 我很小的時候就看過一個電影 你叫醜陋的美國人 那個時候我們還不覺得 我們那個時候還崇美啊對不對 怎麼這麼難聽的電影 那真是叫醜陋 所以美國人老不幸有的還蠻可愛 但是它的高層呢 那真是老謀生算 把你算計吃到 連皮骨都不剩了 我真的這樣講 他們太厲害了 這個我們看到這一次 美國也說沒有啊 我有拿出來 像拜登不是說 我要拿出6000萬的疫苗 來加上再加2000萬好不好 這個就6000萬是 後來發現是美國人自己 現在目前都還不打的AZ疫苗 剩下2000萬才是什麼 就跟我們買的軍火一樣嘛 是啊 我不要的 或是說我這邊不需要的 我先送出去 但是送出去我還是 需要你拿東西回來喔 所以說才會有 所謂的大陸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用這麼重的話 豬門酒肉臭 鹿有凍死骨 這樣的說法 可是紐約時報 一方面也開始回起 就是說 你說我們囤疫苗 你們才囤口罩 算舊帳了 算說2020年1月的時候 中國從海外 少了20億片的口罩 進了4億套的 其他的防護器材 你看 你們才是壟斷 賴教授雖然 這個很簡單知道 你現在算2020年1月的舊帳 真是很可笑 但是也好像掩蓋了自己 被人家指控疫苗 囤疫苗那個心虛的感覺 紐約時報寫這樣的一個文章 我覺得智能上是有不足的嫌疑 中國大陸14億人口 14億人口 一天用一個疫苗 一天就14億個疫苗 一天用一個口罩 就14億個 一天就用完了 隔天一半的人還用不到口罩 所以20億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算什麼 14億那是口罩 每天要用掉 每天要丟的 那不是疫苗 對 每天要丟的 疫苗是一打進去 那打了兩針了以後 你半年一年以後再來補一針 這樣的一個情形 更何況美國人3億人口 可是它囤了 它壟斷了24億劑 也就是從過去 現在在未來 它幾乎全部搜刮 也就是你英國的AZ疫苗 我也搜刮 我跟德國合作的 這個輝瑞疫苗 我也搜刮 然後嬌生我也搜刮 莫德納我也搜刮 我全部都把它壟斷住了 壟斷住了以後 價格自然就抬高了 因為我全部都買斷了 我買了以後 那價格 國際價格自然升高 所以一方面 它的疫苗廠大賺錢 因為一貨難求 一劑難求 所以價格一定一直飆升 你可以看看 為富不仁 就是說連這種人類的災難財 它都要撈 你可以看 所以你看它一方面拉住 然後在偽善 說我們主張 把這個疫苗的專利釋放出來 但是嘴巴到現在 釋放出嬌生沒有 釋放出摩德納沒有 可是現在問題是嬌生 現在很多國家說不准打 因為副作用太多了 然後AZ疫苗 它一發現英國的AZ疫苗 副作用這麼多不准打 國內不能打 但是我已經囤居這麼多 我那時候少貨少了一堆怎麼辦 我囤居這麼多怎麼辦 那我就把這個拿來捐 不是捐 而且可能還要賣 又賣又拿東西啊 然後但是價格已經被飆升了嘛 因為它已經壟斷了 它已經買斷了 所以它價格一直升高 然後它再用 我低價買 我在高價賣出 我又賺一手 然後我又當成 聖誕老公公 裝著聖誕老公公 你有沒有看過這麼 這麼 我都不會用 趙立堅講說不恥可恥 好 那這樣的一個恥的話 那你看看紐約時報 是不是智能不足呢 就是觀眾朋友 你想想看我說紐約時報 智能不足有沒有道理 口罩每天的消費品 然後20億劑 21個口罩 14億人口用 而且教授 2020年1月那時候 就是大陸的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嚴重的時候 他真的指控他們囤積 我覺得是不合理 然後一旦中國大陸疫情 控制住以後 開始把口罩大量的往外送 往外送 然後你看歐洲的國家 當初還在那邊挑 你這口罩有問題 你那個口罩有問題 然後還在玩這個遊戲 可是到今天為止 美國3億人口 囤了26億劑的疫苗 壞不壞 然後紐約時報壞不壞 我沒看過有這樣的一篇 一個報社會寫這樣的一篇文章 然後會這樣做分析 你說他智能 是不是有涉嫌不足的嫌疑 好 這是題外話 我們再回來看 那美國現在的問題是在哪裡 你的疫苗囤了那麼多 囤了那麼多 可是世界缺得那麼的嚴重 什麼時候要放出來 都是嘴巴 到目前為止都是嘴巴 拜登說他要7月4號他們國慶日 美國國民要打完7成以上 要這個目標要達到 然後達到這個目標以後 都美國進行免疫了 他才可以開始把疫苗 開始釋放出來 那我們現在是5月 他要等到6月到7月4號 那萬一沒有打到7成呢 因為美國的疫情在下降了 死亡人數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死亡人數越來越少 整個疫情在往下降 因為打的人越來越多了 所以想打的意願也在下降 想打的意願也在下降的時候 你沒有達到7成 那你釋放出來還是不釋放出來 對啊 這個他沒有跟你簽合約 他只是口頭上講說 反正總之是我等到我7成全體免疫之後嘛 對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說 你可以看到美國人說了一套 做了一套 然後美國的媒體要為自己粉飾的時候 越粉飾你明白的人 你一去計算 你一去推敲 你就會發現他的論點根本站不住腳 而這種站不住腳的論點的這些人 竟然可以在一個報社裡面 還可以這樣子寫文章 而這個報社也把他的文章登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報社的水平有多高 但是我們來看到印度真的狀況 也是非常非常慘 我們看到印度的疫情爆發以來 最慘單日曾經死亡數字 超過4500人 甚至在北方幫他這邊有一個 2000多人的小村莊一個月內 已經有100人染疫身亡 而且這是冰山一角 但在這個時候 印度政府還在講說 我看起來我們的印度 疫情已經到了拐點 也就是說已經開始往下走了 但這個可能太過樂觀了 但回過頭來 你看說現在印度的變種病毒 是不是真的又會再一波的蔓延到全世界 大陸有專家講說 他們研發的新冠的疫苗 是可以對付印度新冠病毒的變異株 因為他說他們是滅火疫苗 只要把這個新的東西加進去之後 是可以 然後這樣的疫苗 前陣子國台辦有講說 願意提供疫苗輸台 我看我們的陸委會第一時間就講 不用假好心啦 我想說 現在我們真的是講話很大聲 在疫情這麼嚴重的狀況之下 不管你要不要 然後但是你直接是一口氣 回嗆到對方去 當然現在在國內也有一些討論 包括是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在講說 是不是透過中央應該要放下這樣的成見 然後去廣納各方的援助或什麼 等等 在國內還有一些討論 不過我想問一下這個帥上軍的意見 這個藥哪有什麼藍綠哪有什麼紅白 包括紅袖柱也說願意來幫忙 這個藥就是救命的東西 你這個為了這個政治意識 抗拒他幾個月 那這幾個月死的人是找你算帳 還是找他自己活該倒楣 所以我們看看印度的慘況 真是不寒而栗 說人間地獄那真是地獄不錯 我講佛家講的六道輪迴 我寧願到出生道我也不要跑到印度去 把他投胎做人 COVID-19死得很痛苦 你知道嗎 你一槍斃命是兩秒一秒鐘的痛苦 跳樓也是那一兩秒 但是COVID-19是讓你吸不到氣 像淹死的人一樣 可以淹你一個禮拜 你看那個印度的家屬 在那個病人身上拼命拍 沒氣好吸 美國也很多 你看很多影片 家屬悲痛什麼 我這群人走的時候 我連送中見一面都見不到 所以台灣現在這個時候還要 打腫臉充胖子說我不需要 你去等那個快要過期的AZ 那不管科興怎麼樣 他先每個人普遍打一針 他疫情就控制了嘛 不像我們現在每天就在看 阿公店出來多少個 這個桃園機場那邊出來多少個 或是什麼葡桃園 天天在那裡念叨也沒有意義 你這個主管育病的這個陳時中 包含你蘇貞昌 蔡英文 能不能放下這個意志型態的鬥爭 先替了台灣老百姓普遍的 打上這個第一針 他就遏止了這個蔓延的速度嘛 你不要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候 再去給人家要 那美國給不給呢 我跟你講剛剛賴教授講的 7月美國希望打到7成 但是你有沒有看 川普的川粉有多少不願意打的 共和黨裡面很多不打的 尤其現在跟台灣一樣嘛 警戒心降低了 人家都打了那我就可以不要打 對不對我何必去挨一針 到時候有副作用呢 你們都已經有這麼多打過 我就安全了 就跟你們都戴口罩 我就不用戴了 台灣也是有這個想法 前一陣子把自己催眠到 全世界模範生 等他突然一爆發傻了 這還幾天前的事 在投書還幾天前的事而已 明明人家火神山的方艙醫院 是很快就把病患都集中了 那現在你不用方艙 可不可以用個別的名詞啊 那你還是將來一旦蔓延開的時候 家家裡面都養了一個有病的人行嗎 那一定要找一個大型的地方 你機具準備好 我想老公真厲害啊 三天裡面搞3000人的病床 但我們準備一年半發現沒有東西 搞不搞我不管你 病床你要不要準備 呼吸器要不要準備 點滴要不要準備 隔離板要不要準備 冷氣機要不要準備 你這些材料 像我們之前打仗 就是把戰備器材 早就囤好了嘛 要拿出來就用嘛 你現在還在口頭上什麼 那是紅色的 那是老共的 對不對 難道他這個疫苗打進來 他會改變我這個 改變思想 認知作戰 去贊成共產黨嗎 不會嘛 這個疫苗是要的 哎呦我的天啊 這是 我講嘛 前一陣子為什麼大家質疑 林全那3000劑疫苗為什麼進不來 對 是3000萬劑 那個時候有的話 現在不是非常從容的 對 每人打完一次 群體免疫都可能 我們現在一定是半封城 對 台灣老百姓真可愛 對 台灣老百姓真可愛 又不需要印度人不戴口罩打耳光 拿棍子打 家家戶戶自己就不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餐廳關門那些小生意人忍得 沒有收入他也配合了嘛 對 所以台灣老百姓真的很可愛 可是這種自主性的封城 到底還是比不過政府的力量 怎麼樣來做有效的管控吧 你普篩 全面的普篩 你做不到全面吧 你至少把那個感染區 最嚴重的萬華區 去了什麼區 做一次普篩嘛 那他們老百姓也放心嘛 對不對 我們也放心啊 那麼你串一個到你們內湖來 那不就又蔓延開了嘛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醫學家 也不是抗疫專家 那就用嘗試來看嘛 你怎麼把救命的東西 當著政治來操作 這是很無聊的事情 這我真是看不起的 我不見得說 願意打科興啊 或打中國疫苗 但是你要有啊 給人家選擇嘛 因為我們可以選嘛 你愛台的 你台獨的 你不打可以啊 將來你要想出去做生意 疫苗護照你都沒有啊 對不對 我們又等於被封閉了 被全世界拋棄在外 現在不要變成一個國際笑謊 從模範身現在變成 開始要墮落的 對不對 錯學了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 醫藥 育病 不要有政治 政治的思想 前天還有講 我們要回WTA 以前我們的網軍 罵譚賽德 罵得多難聽啊 你記不記得 那個黑鬼什麼 人家還沒有離職啊 你再來申請 那譚德賽現在還是在 所以真的不要搞 搞這些網軍搞這些民粹 真的沒有意思 好 我們剛才在談到 這個疫情的狀況 說真的 我自己也有感的 就這幾天 這晚上如果你出去 到台北的街頭 真的是幾乎 車人都非常非常少 當然我們會引用 你家外國媒體說 台灣人很自治 像變魔術一樣 變得很乾淨 可是另外一個 我就回想到過去 就武漢在封城的時候 或是說當初 疫情爆發的時候 街上也是空蕩蕩 大家都會怕病毒嘛 所以大家都躲進家裡 但是那時候 就很多媒體 就去妖魔話 他說什麼 變鬼城了 是不是不知道死多少人 街上都沒人 所以大家 將心比心 這時候正好有一個對照組去想 講到將心比心就是 大陸現在說 在聯合國安理會 他這邊提出來 他們說有能力的國家 應該趕快的向非洲提供疫苗 現在中國大陸 已經有供 用53個需要國際需要的地方 無償提供疫苗 也賣了27個國家 有中國的疫苗 包括現在國藥 好像在WHO 已經列為緊急授權 已經可以來做提供了 那科興也在申請當中 我請教賴教授 就是說這疫苗 這病毒當前 真的你就太多的意識形態 其實害到只有自己 對地球是一個地球村 我們都活在這個地球村裡面 所以哪一個國家的疫情沒有結束 其實每一個地方都不是安全的 我個人倒是真的是這樣子認為 富有的國家 富有的的國家 真的應該多盡一點義務 例如說人均所得高的 像美國 像歐洲 像日本 像韓國 我覺得其實台灣人均所得 也都是不低的 我們都兩萬八了 我覺得人均所得高的國家 在這個方面對於貧窮落後的 應該多盡一點義務 這是應該要做的 而且我覺得也應該根據 你的國家的財富的情況 例如說像美國六萬多美元的 這樣一個國家 其實應該多拿出一點錢來 歐洲五萬多美元的 你說像德國 英國 法國等 甚至北歐已經到六七萬 有的到十萬美元的 這麼富有的國家 我覺得都多拿出一點錢來 拿出錢來幹嘛呢 買這些疫苗送到非洲 中美洲 拉美洲 亞洲 還有印度 南亞 當然要印度願意接受 我覺得都應該要多一點幫忙 反而中國大陸現在才 人均所得才一萬美元 比我們台灣少很多 台灣兩萬八 那大陸前段時間 他們的復旦大學有個教授 對於他們的富有的城市 例如說北京 上海 深圳 廣東等 在做調查的時候發現 他們的人均所得都還沒有 我們台灣的人均所得高 所以台灣的人均所得很高的情形下 大陸最富有的城市都沒有 還沒有比我們整個台灣的人均所得 平均高的情形下 他們還拿出30億美元 就是習近平宣布拿出30億美元 要來幫助這些非洲 中美洲 拉美洲 還有亞洲的一些 比較貧窮落後的國家 你想想看 30億美元不是小數字 他們已經要拿出來 而且要在幾年內 就陸續到位三年 所以他們等於是要用這個錢 去買疫苗 然後再送到這些所需要的國家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大陸已經都送出2點多億劑了 2.6億劑的這個疫苗了 而且聯合國衛生組織所批准的 國藥疫苗也開始在往外送了 那大陸還沒有施打完 大陸現在有14億人口中 他們只打了4億多劑 所以他們一方面在生產 一方面在給國內的打 二方面他們還盡能力在往外幫忙 俄國也是在做這樣的動作 唯獨你美國跟歐洲的國家 卻還不肯做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你美國歐洲國家 還有富有的日本 韓國台灣等 我覺得應該要加把勁了 尤其是美國跟歐洲的國家 有疫苗的生產能力 也有這麼多的錢 可是卻這麼的吝嗇 我覺得真的是用四個字講 叫做為富不仁 這樣不對的 好我們休息一下 繼續第二個小時的討論 歡迎回到前進戰略高地 還是提醒大家剛加入的 或是剛剛前面加入的 一定要到全球大視野的指頻 然後記得按讚分享 第二個小時我們要來討論到的是 全球疫情這麼嚴重的狀況之下 美國看起來疫情漸漸好轉 好轉之後他們在關心什麼呢 我們來看到最近 這個叫做蘭托斯人權委員會 跟這個美國國會 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等於這個是包括參眾1月2月 共同召開在5月18 一個聽證會討論什麼 討論一個我們還是要討論 新疆種族滅絕的議題 第二個我們要抵制 2022北京東奧 那具體做法是什麼呢 我自己把它歸納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個你知道這個議長裴洛西就講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到 因為過去沒有成功過 可是我覺得 不應該讓元首出席冬季奧運 這是在獎勵中國政府 他是在跟拜登喊話說 你不要出席喔 要不然出席 你是不是就中共同路人 你就支持新疆種族滅絕嗎 你就讓中國太驕傲 你在獎勵中國 好 另外一個這個麥高文呢 他怎麼講 他就是說 他是蘭托斯的主席啦 他建議說要延後東奧 延後東奧是為什麼 不是因為疫情 他是說因為疫情 都可以延後奧運了 那因為種族滅絕的議題 我們要延後東奧 要幹嘛 讓國際奧會 趕快有時間去更改主辦國 不要讓北京去辦了 另外一個就是企業喊話了 這CCC就是剛剛我講的 一長串的委員會的簡稱 共同主席史密斯說 我要推動商業抵制 懇請大企業不要參與 或贊助種族滅絕的奧運會 我先請教帥將軍好了 就是說 美國現在在疫情恢復之後 整個活過來了 開始種族滅絕政策 繼續打這個牌 不管多難打出來 我繼續要打下去 而且現在目標感覺就是對準 明年的2022年的北京冬奧 這個東西其實北京冬奧 它的分量跟日本的奧運 差10萬8千里 一般來說對奧運會是 不是 我剛剛講 下這個大棋盤這個棋 是多方向在佈局的 我們去年看到科技戰打華為 對不對 經濟戰打關稅跟金融戰 美元的霸權戰 現在打疫苗戰對不對 那疫苗戰裡面連個運動會 它都拿上桌了 拿上桌 我要是中國大陸的講 我就為了照顧運動員 我純粹辦一個運動員的體育大會 你大企業支付支持不在乎 你總統來不來我不在乎 就輕描淡寫就過去了 我不願意招他這些運動員 辛辛苦苦的準備 其實以中國大陸的財力來講 辦個這個運動會有什麼不得了 今天你在那裡講這個講那個 我不給你有私利的重點 而且現在到了冬季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那政治上的來往跟這個bargain 商量談判 所以裴洛西也講我不敢有把握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拿新疆議題來打 這些起源都是新疆的人權議題 今天很簡單嘛 500萬的新疆人變成1200萬 這是你種族絕面嘛 怎麼越絕越多 難道那個人種的生殖力特別強嗎 我都不相信 就是說原本是 可能搞不好是5000萬是不是 他們把 所以這些東西 真的當這個真相真的曝露的時候 後面這些攻擊力道自然會降低嘛 現在問題就是說 比如說好像看流行一樣 全世界流行拿新疆議題做問題 那很多人已經進入新疆了 包含各國的大使都到新疆裡面實地考察嘛 記者也進去考察了嘛 就跟流行 這個要拿新疆來做議題大家不講嘛 對不對 這明明是一個不是真相的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問題是說這個冬季奧運 不應該能夠形成一個什麼傷害 只是嘴巴加上 你看我們各國領袖都不去了 我要是老共我就宣佈我根本不邀請 我只照顧這些 辛辛苦苦準備了幾年的這個 冬季奧運的選手 這才嫌到國際的高度嘛 I care 我根本不在乎嘛 何況這裡面美國還有很多聯絡不上的 你像法國的馬克宏從來 法國人從來不甩美國那一套 歐洲很多是看不起美國文化的 對不對 這個時候 中歐的這個貿易協定有什麼突破 說不定都來了 對不對 那還有非洲小國家 隨便湊湊也要二三十個 就是我照辦我的通緝奧運 反正你來不來你家的是 所以問題就是說 如果先下手為強的話 我辦一個純奧運 我貼了本幹什麼 我都把一個運動會辦完 我不跟你搞政治 這是最高明的做法 你不要去苦苦哀求了 這個花大錢去換 人家一個領袖 像台灣一樣換一個領袖來 那自己花了多少錢 對不對 那天我還不知道是誰傳來一個視頻 蔡英文去檢閱一個閱兵 只有二十幾個儀隊 對 我想是真的是假的 我想我當個排長還檢閱四十個兵 對 對不對 這個東西有時候 花這些錢買這些虛假的面子 是實在很沒有意義的 真的沒有意義 剛才帥將軍其實有提供一個憲策 就是中國大陸如果見招拆招 我就說我就是純運動員的冬季奧運 其他你這些不要來的 或是你認為你有什麼疑慮的 你就不要來沒有關係 我們運動員是主角 不過現在看來 美國也不是真的把這個冬季奧運 你當成說我就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賽事 所以我這個很嚴肅我要表態 他其實就是做一個標的 就是一個說 我繼續延續我這個新疆人權議題 我只是把它轉移到一個東京奧運 變成聲量更大 然後傳播說 中國大陸你看惡情惡狀或什麼 那包括其實有一些小動作 在一些廠商上面就受到影響 比如我們舉一個例子 UNIQLO它其實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嚇往到美國洛杉磯的應該是一個港口襯山 就是被擋下來了 理由就是說 我認為你們UNIQLO是使用新疆棉 當然你家葉子就拿出來 沒有 我們就是沒有牽涉到 強迫勞動的證明 跟美方看了證明說 不管 你就是有 然後還是擋下來 繼續到現在都還是擋著 所以現在廠商也不管 我就是跟日本政府反映 那日本政府你是不是要幫我 去跟美國去討一個公道 你這樣害我的損失嗎 那包括中國大陸的發言人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講說 個別政客應該停止 利用奧運搞卑劣的政治把戲 他們害怕甚至恐懼 各國人士來中國之後 會了解中國人權事業 蓬勃發展的事實與真相 就會發現美方 藉所謂中國人權問題 移轉視線掩蓋他們歷史跟現實 人權罪行的意圖 我要請教賴教授 我覺得目前來講 因為裴瑞西在台灣很出名 是因為他當時把香港的那個暴徒 然後說成是那個最美麗的風景線 後來當美國的這些最美麗的風景線 也發生在白宮的時候 那成為大家最有名的一個形容詞 也就是美國的這些最美麗的風景線 去控制了裴瑞西所上班的 那個美國的國會 所以我們當時看 然後看到美國的國會議員 參眾兩院的國會議員 倉皇的然後避難 然後呢只差幾分鐘 美國的這些暴徒 我們還是用同樣的標準 就是暴徒 但是如果就裴瑞西的這些人 是正義之勢 這些人是追求民主的 這些人去佔領美國的這些國會 而那個美國的國會議員 趴在地上的趴在地上 倉皇而逃的倉皇而逃 議員那個心裡可能在想 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狼狽不堪 因為他們不代表民意嘛 他們失去了民意 因為真正民意要控制他們 失去民意的美國的國會 那裴瑞西的美麗的風景線 從此以後就流傳於全世界 這就是裴瑞西 那現在怎麼會突然間 又講這個問題呢 主要的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矛盾嘛 衝突 衝突以後 美國連三次的 在聯合國的安理會 阻止聯合國的安理會 要通過一個聯合聲明 這個聯合聲明是由中國 挪威還有圖尼西亞 本身都是聯合國的 目前的安理會的成員國 所提出來的這個方案 就是兩國方案 這兩國方案得到廣大的 聯合國的成員的支持 也得到巴勒斯坦跟以色列 愛好和平的人的廣大的支持 但是以色列的右翼 就是這些偏激分子 跟巴勒斯坦的偏激分子 他們是反對 那美國本身由於 袒護以色列的偏激分子 所以美國的決定 連三次的阻止了這個聯合聲明 美國在全世界被孤立了 全世界都在問你 美國為什麼阻止以巴的和談 以巴的停火 你美國為什麼偏袒以色列 你美國為什麼對 伊斯蘭國 伊斯蘭教的人 就是穆斯林 如此的不公平的對待 美國其實是受到 整個廣大穆斯林世界 對美國有意見 所以你會看到 在東盟的國家裡面 印尼 馬來西亞 還有文奈 他們聯合聲明 反對以色列 攻擊這個巴勒斯坦 所以東盟的這三個 維教國家 就是穆斯林的國家 也反對這件事 美國其實在東盟 的維教國家也陷入鼓勵 所以裴瑞斯這個時候 裴瑞斯這個時候 他其實就是等於是 這個怎麼講的 唯未就造 又開始講到這個 新疆的問題 我這裡站不住腳的時候 我趕快弄一個新的話題 又弄一個新的話題 其實這個話題 他已經講的N變了 所以他的新聞出來以後 其實就是一天的能量 一天的能量 為什麼呢 你看他馬上聯合了這些人 其實這些人都是 一天能量而已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老新聞了 所以你看那個 美國的主流媒體報道一下 其實世界不跟風 所以他在世界上 大部分的國家 根本就不想轉代了 也不想再採用這個媒體 就我們台灣 台灣因為對美國的媒體 是一直俯首稱臣的 所以美國的媒體講什麼 台灣就轉什麼 新疆牌打了幾次 我們都還是照單全收的 可是你看歐洲的國家 或者是日本 或者是亞洲的國家 他們大部分連 這不是什麼新聞的嗎 這第一個 所以就台灣的媒體 一定會把美國 美國的媒體 主流媒體講什麼 台灣就一定是重要的新聞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美國本身的奧委會也不支持 也不支持佩洛斯 美國的運動選手也不支持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奧委會覺得說 你不辦 或是你要抵制 那我的運動員的生涯怎麼辦 然後再加上 東京奧運 今年辦完了 三年後是巴黎奧運 巴黎奧運辦完了以後 是洛杉磯奧運 那洛杉磯奧運 就是加州嘛 那中國大陸如果不來 或是抵制 那我美國還辦什麼 就不用辦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 現在不是一個奧運的弱國 你一個體育強國不來 你這個代表性就弱了 他是第二強國 全世界第一強國是美國 第二強國是中國大陸 第二強國不來 這個奧運根本就淡然無色了 所以美國的奧委會 他怎麼可能說 我不參加 我的奧運選手的職業生涯怎麼辦 為什麼說職業生涯 很影響很大 各位想想看 有多少人希望能夠在奧運中 能夠得到名次 得到名次在他的國家 他個人跟他所服務的團體 或是學校或者是俱樂部等等 當然就是那個水戰船高嘛 然後廣告就會跟著來嘛 代言的活動就會來了 然後他所賣的那些產品 就會跟著就過來了 辛苦訓練表現好的回報是這個嗎 如果是全世界的三大獎牌 那是全球的廣告 對不對 全球的大品牌 那我如果是成績很好的 我在我的國家 我就是我的國家的廣告 國家的品牌代言人 所以這個牽涉到 成千上萬的運動員的職業生涯 跟他努力的結果 因為他後面的就是希望有這些廣告商 來他成為品牌代言人 所以當他這樣抵制的時候 你會發現全世界 其實現在沒有什麼人 會理會裴若熙的這個說法 因為那是你家的事 而且呢 我再強調 美國 法國 日本絕對不敢跟 也不會跟 因為覺得就是法國要辦奧運 覺得就是美國要辦奧運 美國自己抵制的話 到時候美國也被反抵制 各位你想想看 中國大陸的這些轉播 或者是這些大企業 不到美國的奧運辦的場館去投資 去射廣告 這個奧運到時候會賠錢 對 可是我們常常在講說 讓體育的歸體育 讓政治的歸政治 但事實上 你從歷史上來看 體育跟政治 似乎我在講說 好像一直都變成政治的延伸 或是政治的一個工具 或一個棋子 像今年就是美中所謂的 乒乓外交50周年 當然有媒體這樣講說 50年前 美國運動員 踏上了中國的國土 火熱的乒乓友誼賽 為美中關係解凍了 50年後 現在看起來 美國國內抵制北京東奧的呼聲不斷 美中關係雪上加上 我要問帥將軍 先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所謂的乒乓外交 當初怎麼利用這個乒乓球 去讓美中正好 兩邊都想要找台階下 然後正好解套了 但是回過頭來50年後 這個體育又變成是一個 美中之間對抗的工具 這個用男女關係最容易形容 那個時候冷戰時期 雙方僵持嘛 對不對 那既然有意識浮交 狼有群卻有意 那弄個乒乓球不就 撮合了嗎 這個牽紅線的方式很多嘛 現在是要打離婚官司對不對 那也是一樣嘛 找到各種理由 所以我講啊 大家觀眾看這個 國際局勢就看圍棋吧 美國四處點火 這個火燒得大呢 我就繼續加點加油添醋 那個火燒得小呢 又換一個火頭吧 對 所以這個東京奧運 就是賴教授講的嘛 三天新聞嘛 中國大陸也不是很care 你這個也傷不了筋動不了骨啊 但是真正傷筋動骨都是日本啊 日本半個全世界奧運 花了多少錢啊 所以他一言在言 我跟你講運動員很可憐 對 為了爭一個獎牌四年 真的是日夜的戀啊 人受辛苦 人受寂寞 人受什麼各種的 因為他功成利就 就靠這一級嘛 對 人的這個運動員的生命很有限 除了少數幾個 可以參加一屆兩屆三屆 很多人就是一屆啊 也有人是最後一次啊 對 對不對 所以你運動員個人是損失 各廠商不是損失嗎 以前我到美國史丹夫大學 門口看了一家那個器材店 運動員 那個喬丹的襯衫 他一個號碼都要增加 用他的號碼都要增加 好幾十塊美金 對 他身上低過有一滴汗的話 那更貴啊 所以這個 體育經濟 我們講體育經濟 對 體育經濟 體育經濟 奧運受了損失 再加上東運再來一次損失 真的 那美國得罪的人可不少了 所以我講啊 這個我們看世界 就看一個棋局嘛 他是在圍 你這邊就在破 對不對 你那邊打絕 我那邊就提紙嘛 所以用這樣看 大家比較冷靜一點 要不然的話 每天吵這些話題 跟台灣聽那個扣運節目一樣 很煩耶 對不對 那根本有的就不按真話講嘛 對不對 那你聽了 你甘願被洗腦啊 對不對 一樣道理啊 他們現在也是政客啊 真的我講起來政客 我真的不喜歡 什麼事情都可以扯上政治 運動也扯上 經濟也扯上 對不對 那日本排那麼多廢水 我怎麼看到全世界 沒有起來有底子呢 那全世界太平洋的雨 統統給你搞得 輻射化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啊 真的國際上要管的 沒人管 對 不該扯的事情 跟你扯的滿天煙火